董事長這個就是潘夢安他說 您把這個副總統單純是未來的總統來選 那人格特質就是山雞一鬥 就是鬥雞偏雞投雞 然後呢侯友宜好像變成傀儡了 怎麼看 你覺得侯友宜會是傀儡嗎 侯友宜一路從政上來 當這個刑警 對不對 然後一路警政署長 警大校長 他怎麼是刑警 侯友宜怎麼是會當 侯友宜怎麼是會當傀儡的人呢 當然不是嘛 幫忙亂扯什麼東西的幫忙鬼扯 我是這樣 我覺得也許是我自己講話不夠清楚 就是我說 我雖然是副總統 雖然是選副總統 但是我會把他當成選總統一樣努力來選 大家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就是說 我這之所以臨危壽命 是希望幫侯友宜打贏這場戰 如果我說好因為我是副總統 所以我都不用活動 反正選贏選輸都是你總統的嘛 我副總統只是個配角嘛 我也不必努力啊 那你認為這樣選戰容易贏嗎 當然你既然挑了我 你既然選了我 你既然邀請了我 我就既做過河主旨 只有我拼命向前 我一定努力的選嘛 那選選的好選上了以後誰當總統呢 當然是侯友宜啊 所以我只是說我要努力盡我力量 絕對不會因為是副總統所以我就鬆懈了 所以我會把他當成總統來選 是當總統一樣的努力去選 我想一個比喻啦 我是我等於是侯友宜的趙子龍 趙子龍是去廝殺的有沒有 去這個戰場上打勝仗的 我等於是侯友宜的先鋒部隊 战子龍幫他來清理戰場 讓他能夠順利當選 那當選以後呢 當然是以他為主嘛 凡事都以侯友宜為主 他是總統啊 我只是貝衛的副總統副元首而已 非常清楚 我覺得民進黨不要想挑撥 他現在在網友也好 網路也好都在挑撥這個 啊什麼這個那個 欸 他挑我 就是因為我跟他能夠互補嘛 然後我跟他一樣他挑我幹嘛 就是因為我們兩個是不一樣的嘛 他有他的長處 對不對 他很正直 他很樸實 他很敦厚 他很接地氣 他跟南部的愧靠 東南部的這個選民愧靠一樣 那我呢 基本上呢是 因為這個主持節目比較久了嘛 所以我比較能夠這個怎麼講呢 呃 好不好演講啊 辯論啊 這個我比較我比較有優勢 我比較 比較這個 呃 熟悉一點 那這這方面因為他是努力做事 那我是在媒體 在議會 各有各的長處啊 這樣才能互補嘛 一加一才大於二嘛 如果兩個都一樣那何必呢 對不對 賴清德跟蕭敏晴一樣嗎 也不一樣啊 至少一個男一個女就不一樣了 這也是互補啊 那柯文哲跟那個吳欣營是吧 也是不一樣啊 怎麼會一樣呢 完全不同嘛 本來就是互補啊 互補才有效嘛 如果都一樣還搞什麼呢 所以民進黨省省心的 不要想要挑撥 而且我早就遇到到民進黨會挑撥 我告訴各位 啊那是哪一天啊 11月24號上禮拜五我們登記 中選會登記 一起登記完了 我坐這個侯市長的車 然後他送我 那那個時候我在車上就跟他講 我說有英雄 我說今後民進黨一定努力的挑撥我們 一定在裡面分話 你隨話講的多一點啦 回話講的少一點啦 回誰這個參加這個活動啦 誰參加那個活動啦 一定來挑撥 他說我絕對不會受到挑撥 這個我也說我們真的要注意 我們都不應該受到挑撥 也都不會受到挑撥 所以你要挑撥 挑撥不起來的啦 然後呢他們現在挑撥不了 我們兩個去挑撥選民 去挑撥選民 我想選民也會看得出來啦 我這樣做 如果我不這樣做 我不努力 不努力的衝 才是對不起何友宜呢 才是辜負何友的期待 不是這樣子嗎 這麼淺顯的做人的道理 需要這樣一再的被他們拿來 這個挑撥分話攻擊嗎 有助性的人一定會用有能力的人 不像大家彼此之間有能力不互相信任 鬥來鬥氣也沒有多大意義的 趙沙康夫說過他是副總統 他會以副總統的身份 跟我並肩作戰 讓中華民國讓台灣更好 我要跟你透露一個消息 侯友宜蠻怕太太的 搞不好比我還怕 果然都是一路人 因為呢 大概在幾個好幾個月以前 那時候大概三 他剛大概要不要要提名 那個時候四五月 那他就是要來跟我們談談 然後我就約在好龍斌的基金會 他就去了 那晚上大概七八點 好龍斌就準備一些包子啊什麼 我們吃嘛 我們那天談了兩三個鐘頭 談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我太太打電話來了 他很緊張 好緊張 我太打電話來了 然後呢 就接電話 喂 然後那太太的聲音還蠻大 還是他那個電話沒關小聲 太太就問他了 對不起啊 我從來沒對外面透露 一下午怎麼都找不到你 他馬上誠狂誠恐 有啊有啊 我都在開會 我都在開會 你 你把他打電話 我現在正好剛 跟那個好龍斌他們在一起 我就看哇塞 哇塞 他真的是 有人逼我厲害 承讓承讓這樣嗎 他真的 很多是這樣喔 在外面很凶悍 當警察 當憲兵 回家 很聽話 尊敬 尊敬 我不知道侯怡在家怎麼樣 只是我看到他對他太太 接那個電話 我覺得他 我有打電話給你 不是沒有 我在開會 那我發現你 你兩位跟韓國瑜克文哲 最大的共通點 都是同一路人 如果跟白銀要合作 有哪些模式 我聽已經提到了 包括聯合政府 然後呢 打民進黨 要往哪裡衝下去呢 那個字啊 柯文哲不是要推那個字嗎 我早就推那個字了 其實四年前 我幫郭台銘選手 他也提出那個字 也是我跟他的建議啊 因為總統制 全世界只有美國成功嘛 其他什麼非洲 拉丁 一塌糊塗 對不對 那台灣也是為了一個總統 你看連陳水扁 都兩顆字會出現 因為當了總統 贏者全拿 什麼都是他 對不對 6000位置可以分 而且蔡英文在去年12月底前 375 735天 745天 不接受記者訪問 全天下 美國總統也沒這麼偉大 對不對 古瘦皇帝也不敢這樣 那所以 那美國是全世界唯一成功的總統制國家 但是你看前一陣子的川普啊 什麼也搞一塌糊塗 所以我是覺得說歐洲啊 日本啊 新加坡啊 這種內閣制還是比較穩定啊 所以我完全贊成柯文哲的內閣制 至少全責相符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來推動嘛 對不對 這才是最重要的嘛 大家來推動憲改 然後推動這個內閣制啊 我也跟侯友宜談過 他也很同意啊 大家來推動啊 把國家的這個政治體制改變 這是很大的貢獻 個人恩怨那個小知小節 你講一句什麼 我講一句 那個真的是很無聊 過了就算了 所以我覺得 年輕朋友如果支持柯文哲的內閣 支持我們嘛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剛剛林相好像不知道 您要參選副總統 那會不會覺得說這是 就是藍營對年輕選票也要多加油這樣子 因為我們也沒跟他講 也沒去對年輕人 做競選的宣傳都沒有 是要加油啊 我自己覺得我對年輕選民是要多加油 所以我才說要到五個學校去啊 現在大概已經有台大 有清大 有文化 東華應該沒問題了 花蓮的 然後這個台中裡面的高中生好像想要聯合請我去 都在都在運作吧 都在聯繫當中 我也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了 我覺得當然也不是說光跟學生面對面溝通年輕票就是你的 不是這樣子啊 只是表示我們尊重他們 我們願意聽他們意見 另外他們需要的 就我剛剛講的對不對 買不起房子生不起孩子 然後覺得社會不公平 然後 呃 民間有很多問題嘛 覺得沒希望 像這些我們都要幫他們爭取的 那 房屋的問題 將來都會有證件提出來的啦 這些都是我們關切的問題 一個一個都會解決的 董事長你昨天說要找五間學校去演講 那目前有接到哪些的邀請嗎 目前看到的有台大 有文化 有清大 有東華 還有 應該是有一些啦 不過 我還正在查啦 因為早上有大學來提醒我啦 說因為呢 之前 侯友宜啊 柯文哲啊 賴清德 可以進校園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登記 所以還不是候選人 那現在登記是候選人了 那候選人能不能進校園 好像有爭議 所以我以為煩惱這件事情 就是說因為 的確喔 從10月24號開始 身分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我還在跟學校裡面商量 是要進校園呢 還是在校園外 找個地方 進校園外 那個就沒有進校園的意義大嘛 但是又不能違法 所以我真的考慮啦 但是已經有不少 然後學校來聯絡啊 還問說你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當然真的啊 我怎麼會是假的 我在台南 台南耶 綠的出資的地方耶 我在高鐵上呢 他們就傳給我說 已經溢出來了 人已經滿出來了喔 那一共放了一萬兩千張椅子 本來是一隻家椅子啦 本來他們說放個八九千張 後來優比的也上來了 然後 起碼大概 歇龍界所以有三萬喔 就算沒有三萬 兩萬五大概也有了 就滿都滿出來 滿到什麼地步呢 滿到他們沒有想到那麼多人 所以喇叭沒有拉那麼長 所以 沒有喇叭 其實後面的人是聽不到的 只有自己在那邊自嗨喊 這個侯友宜洞窗 侯友宜洞窗 自己在喊喔 我參加過這麼多場選舉 我自己選市長 幫林豪選總統副總統 然後到各地輔選 從來沒有一次敢 像昨天晚上這樣在台南 我跟各位講喔 我以為我在中間會被擠死 你知道嗎 我看到遠遠那個講台 我現在想我走得到那個講台走不到 那個擠到兩邊那個 偽愛人員推 往裡面擠 然後呢 你要握手這樣 他們抓著你的手 因為我們有同仁在後面嘛 他們說有人握到我的手 有人去那邊跳 年輕小女生 有的哭了 有的掉眼淚 你就知道 握到他們的每一隻手 看他們的眼睛 充滿著期待 對政黨輪替的期待 他們並不是多麼喜歡我 而是希望透過我們 能夠改變 能夠政黨輪替喔 說實話 我當場感動我都想流淚 真的覺得喔 責任很重大 真的覺得責任很重大 那種感覺前所未有 還特別在台南 你知道在台南通常 他們是不敢出來的 因為綠營的壓力太大了 所以 基本上不太出來的 所以能夠出來 而且 他們說了 因為我不知道 說比 韓國瑜時候的造勢成還多 所以你就知道 大家的期待有多高 我們的責任有多重 所以 真的是喔 但是 你能夠進入 對 多會 對 都可以在一起 小龍 一定要 在這個行動 很快 甚至 有沒有 不知道 酸 博